那时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物 它全景在线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那时汉朝第一步从刘邦出身写起到楚汉争霸结束为止 全景叙述秦朝崩溃及诸侯逐鹿中原的壮阔惨烈的混战场面 欢迎收听小说那时汉朝作者月望东山 演播杨腔腔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十八回是鹿还是马这是个问题 好咱们呀书接上回 上回说道刘邦一路上把沿线的军队通通就给收编了 全都给带走了 哼着小店轻轻松松的就达到了五官之外 五官之内呢就是传说中的帝王之都了 那么咸阳城就在眼前了 自从这张涵呢帅军出走咸阳城以后 咸阳城呢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自杀式的政治斗争 这一系列的这个剧烈的斗争啊 唯一的赢家就是赵高同志 赵高呢从一个小小的宫廷奴才 踏上了今天的丞相之为 靠的全都是非正常手段 这种行为呢咱们用生物学的一种词语啊 称为变态 一个变态的人肯定啊他有一颗变态的心 一个变态的心肯定就得有一个变态的梦想 赵高呢是过足了丞相的淫 突然呢又觉得想换个工作岗位了 这个岗位啊是曾经的李斯都不敢想的呀 什么岗位呢 赵高现在最想当的就是皇帝 想把营狐亥给取而代之 如果李斯还活着的话 听到赵高有如此胆大妄为之想法 肯定不知道会不会吐血身亡了 人家李斯拜荀子学的是帝王之术 内修正治外籍诸侯 辅佐亲世皇终成帝王之业 如此功劳显赫 从来都不敢有非分之想 你赵高一个太监 何德何能当这个皇帝呢 当然了 如果赵高听到别人 这般牢骚之言肯定是不屑一顾的 终其李斯一声 用一句话说 那就是很傻很天真 他傻是因为他不懂时事 不懂得韬光养晦 天真的是因为自以为是 自己觉得功劳太高了 无人可及 可最后还是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 在这个世界上 功劳大的未必就是最强的 最强的也未必就是活得最好的 思想改变世界 行动决定命运 在赵高看来 人间所有的道德呀 法律呀 都是钩石 唯有一样东西 值得我们为之而奋斗 那就是权力呀 权力就是实力 有实力才是硬道理 你李斯学了一辈子的书 难道连这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 不还是弄得一个家破人亡的结局吗 没错啊 权力对于李斯来说呢 就是一贴毒药 他一不小心碰上了 就家毁人亡了 权力对赵高来说 就像是毒品 摇头丸一样 他吃了以后呢 像神仙一样就开始激动兴奋了 想做什么就有什么 现在的秦朝啊 已经被赵高拿捏在手里了 他现在啊 想要什么是不可以的呢 赵高呢 为了试探一下 他手中的这股权力 他的含金量到底是不是纯金的 他决定啊 搞一个实验 实验工具 鹿 实验对象 胡汉 以及朝廷的摆棺 实验地点 秦朝宫殿 得嘞 这一切准备就绪 那就开始吧 这一天 胡汉啊 难得是上朝啊 八百年不上朝的 终于是上朝了 百官呢 也是急于朝廷之上 这个时候啊 赵高叫人 签了一只鹿 送到殿上 他对胡汉就说了 皇上 我给您献一匹马 您孝纳 哎 胡汉一看 就孝了 丞相 你这开什么玩笑 怎么 把鹿当马送给我呀 然而赵高啊 却理直气壮地说道 皇上 这分明是一匹马 不信你问 在座的文物百官呀 赵高啊 立马就回头啊 对百官说道 同意是马的请举手 呼啦啦的 当场一大片人都举手了 胡汉的眼 当时就绿了 哎 难道是因为朕长期泡在鹅旁宫 熬夜喝酒泡妞 这眼都花了吗 赵高这个时候又说了 同意是鹿的姓举手 只见这时举手的人是寥寥无几 哈哈哈哈 多数人认为是马 少数人认为是鹿 那么根据举手表决的结果只能是 赵高献给胡汉的是一匹马 当时啊 如果采用不记名投票 赵高这个实验啊 多数是归为失败的 然而他却在光天化日之下 践踏黄泉 肆意捉弄 连天空都只能被迫地向他倾斜了呀 搞得那些举手表决是鹿的人 统统沦为了道下这鬼呀 这就是真正的赵高 胆大包天 卑鄙无耻 千无古人 厚无来者 我们先不管胡汉那个畜生是何等的弱智无能 但是我们从指鹿为马这个故事当中 可以看出一个人间的智力 黑暗的民主和光明的专制 一样是荒谬无耻的 赵高他一手遮天 可怜又可怜的胡汉 是五窃全部都失灵了呀 耳朵被欺骗 眼睛被欺骗 感觉还被欺骗了 不能欺骗的呀 统统都被欺骗了 被一骗再骗 还一而再 再而三的做人家这垫脚石 你说他悲催不悲催 可这悲剧还将继续上演 昏君胡亥在替赵高铺开了这光明大道的时候 也为自己铺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胡亥在金鸾殿上被赵高耍弄一通之后 以为自己的脑袋真的是进水了 或者是被什么神药蒙住了双眼 他百般苦闷之下 只好找太补来占卜占卜了 太补就对胡亥说 你头眼昏华 完全是因为你春秋两季 祭祀上天时不够虔诚所致 如果你想恢复正常人的感觉 就得找个地方解斋 又是一番鬼话 但是胡亥还真的信了 搬进了上林院解斋下来 这上林院呢就是皇宫的后花园 叫胡亥这种屁股长痴疮的人 独自在花园里虔诚的借斋 那无异于比登天还难 他在后宫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花天酒地到处全是美女 所以他去了这个地方 每天无所事事 就在上林院打猎来消磨时间 就在这么一天 大约又是赵高有意的安排 胡亥正高兴的琢磨着 我该怎么打猎的时候 他看见有人无意间 闯入到了这个上林院 呵 这上林院是皇帝戒斋的地方 哪容得了你外人来骚扰 况且有人看见皇帝在打猎 那这胡亥偷懒不戒斋的事 不得全捅出去了 胡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进就把那个行人 当猎物给干掉 胡亥刚杀了人 就有人跑来弹劾 这个人当然也是赵高啊 有意安排而来的 他就是赵高的女婿 咸阳令严乐先生 有人或许就奇怪了 赵高一出生 就被人淹掉了这小弟弟 怎么还会有女儿呢 他不会是冒牌的假太监吧 赵高被淹啊 在史记当中是确实记载的 太监也是人啊 当然也有正常人的那种 需要享受天伦之乐呀 那么在绝子绝孙的情况之下 他们呀只有任子为亲 在中国历史上 不乏有许多太监收养孩子 但是太监的生理缺陷 难免这心里啊 就会变态了 变态的太监收养的孩子 自然也正常不到哪儿去呀 还记得周星驰主演的 九品芝麻官吗 里边那个李公公 不就是收养了一个 变态杀人狂的干儿子吗 所以说 一般正常人是不会认太监为父亲 如果有如此爱好之人 那他们也完全是冲着太监手里的权力而来的 权力有的时候啊 真不是东西 它就像毒品一样 不是搞得你家破人亡 就是把你搞得是丧弱病狂 赵高女婿严乐 大约就属于后面这种 他故意这样对胡亥说道 皇上啊 不知道谁杀了人 把死尸埋在了上林院 这胡亥就奇怪了 他对严乐说道 人是我杀了 怎么了 这时轮到赵高上来说话了 赵高对胡亥说 小亥呀 天子无故杀人 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 这样鬼神不但不接受你的祭祀 而且还会给你降临灾祸 你呀 最好远离皇宫 去别的地方 祈福 消灾吧 您瞧瞧 这什么话到赵高嘴里 都是变了味儿的 胡亥又不是第一次杀人了 当初杀他的皇家兄弟姐妹 蒙田兄弟以及李斯的时候 你赵高当时不喊一声无辜 他才杀了一个行人 你赵高就替他来喊冤了 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一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博奖 胡亥呀 也真的是够郁闷 他刚刚才发生路马不分的事 现在又有人寿不分 错杀无辜之事 神志错乱 还真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好 那就改过自新吧 那只能再次装模作样的 去祈福了 胡亥就问了 那这次 朕去哪儿啊 地方都给您安排好了 旺仪宫 胡亥只好从上林院就搬到了旺仪宫 旺仪宫呢 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 也是埋葬胡亥的一个好地方 在这样一个荒谬的时代 胡亥是一个活生生的真正的弃儿 他抛弃善良抛弃正义 最后呢 被那些不善良不正义不讲军道的人 一步一步的推到地狱之中啊 骗走胡亥那个傻子离开皇宫以后啊 赵高立即把弟弟赵成以及女婿给招揽 他们就说到了 咱们呀 骗胡亥骗太久了 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现在只能把它干掉 不然 只能等死被他干掉了 这刀啊 多么亮了 脖子也都架好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那 赵高升任丞相之后啊 曾任用了一个自己人当郎中令 他让郎中令啊 做内应 严乐呢 打冲锋 率军呢 就杀进了这望仪宫之内 抵抗者割杀不论 在严乐发起冲锋之前 赵高呢 把严乐的母亲 劫持到了他家当人质 连自己的女婿都不相信的人 还有什么事 做不出来呢 严乐呀 严乐 你就是怕死 也要提着脑袋 给我冲进望仪宫 不然的话 就等着收你老母的尸体吧 哎呀 这胡亥这人真的是没法说他了 这个绝顶愚蠢的蠢货啊 被赵高设计 这当然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战斗啊 胡亥在望仪宫 借斋的第三天 严乐就带着一千多兵 杀进了望仪宫 严乐在宫门之外啊 责骂了守卫官啊 说道 哎哎 有贼跑到宫里了 你 你为什么不阻止啊 守卫官啊 就纳闷了 飞成了疑惑啊 哪有贼啊 我怎么没看到啊 胡亥就是最大的贼 杀的就是他 严乐还没等守卫官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刀 就把他的头给砍了下来 士兵们立即就冲进了宫里 就在这个时候 傻子胡亥 才看到外面是乱兵造反 恍然大悟 赵高借他之手杀尽忠良 为的就是夺权的这一天 哎呀呀呀 真是报应啊 士人皆知赵高阴险 为何就我胡亥一人不知呢 死到临头 望仪宫里的都跑得跑 死得死 只剩下一个太监 愿意守在胡亥的身边陪他死 胡亥不禁悲伤的问这个太监 你既然知道我会有今天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太监也很悲伤的回答道 如果我早告诉你 我现在还能保全性命在你旁边吗 哎呀 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谁作孽 谁就得下地狱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严勒冲了进来 他举刀对着胡亥就说道 你呀罪孽深重 为世人所弃 你还有什么打算 死到临头了 还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吗 现在最大的打算啊 就是看能不能保住性命 不过呢想保命估计 也没多大希望了 看看严勒的姓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这摆明是上天怕来夺命的阎王爷呀 胡亥呀胡亥 你霸道一事 糊涂一事 窝囊一事 哎呀 死亡对你来说啊 没准是最好的解脱了 但是他在临死之前啊 还留下了一段窝囊至极的话 以至于让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因此为耻 汗颜不已 啊 以下就是他说话的内容 胡亥呢 对严勒说道 我可以见成将一面吗 哼 不可以 既然我都当不成皇帝了 可以让我当王吗 你快别做梦了 啊 那就让我当个万户侯吧 你想都别想 我和我妻子愿意做普通百姓 但你们可以让我享受到皇室的待遇吗 严勒呀 终于是不耐烦了 像你这样的人 还有脸面活在世界上吗 你昨年那么多 连鬼神都不想帮你了 你还是赶紧快去死吧 严勒一说完 命令士兵们上前去砍杀胡亥 然而 还没等士兵动手 胡亥就自己自杀了 严勒逼迫胡亥自杀以后 带着胡亥的玉玺 回到了赵高面前禀报 赵高呢 把玉玺啊 就配在身上 当众对百官宣布 胡亥啊 已经破产了 现在轮到我赵高登台坐庄了 于是 赵高立即要举行登基仪式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啊 登基那天 文武百官竟然没有一个人 愿意跟他上殿去 哎呀 这个真是太奇怪了 那些指路为马的人呢 当初怕赵高像老鼠怕猫一样的人呢 怎么关键时刻不敢吭声了呢 纵观 不说话 漠然了 没错 这权力就是一场游戏啊 怕你是给你面子 不怕你是因为你太猖狂 刘邦几乎要打进咸阳城了 反正都是死 要死也得死得其所呀 为何要踩你赵高这堆狗屎呢 赵高又弄出唬人的姿势 对百官说道 黄印在我腰 黄泉在我手 难道你们就真的不怕死吗 正官呢 也摆出了一幅正义凛然的阵势 哎 你赵高 有黄印又怎么样 我们不拥护你 看谁说话更算数 这是自胡亥以来 秦朝百官们最富有正义感的一次集体行动了 也正是他们以残存的正义和高尚 阻止了史前那个卑鄙无耻者 通往登顶造极之路 他们任凭赵高 左红右下 软的硬的 就是不为所动 赵高既然已经撕破老脸了 那就把无耻进行到底呗 为了这一天 他不知道杀了多少拦路者 他怎么能够因为众人阻拦 就放弃登峰呢 不不不不不 绝对不能放弃 这将是一场孤独的斗争 赵高啊 眼看百官没有人响应 只好一个人挺身上殿 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朝着前走 每一个台阶仿佛都是心血和无辜 每一步仿佛都如同千贯铁一般沉重 然而不管这前面的路多么的坎坷 只要飞鸟愿意为我唱歌 我所做的一切 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就是事前最滑稽的一幕了 百官在后头看呀看 赵高呢 就像在前面唱着小歌一样 走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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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金鸾殿 走到殿上 我就是九五之尊了 然而赵高还没走多远 他突然看到宫殿在剧烈的抖动着 诶 赵高就奇怪了 停了下了 他回头看看秦朝百官 皇宫怎么会抖呢 难道是谁在挖墙角吗 难道是地震了吗 难道还是我赵高的头晕了呢 啊不管那么多了 我继续往前走 赵高啊准备抬腿 然而这宫殿再一次的摇晃了 似乎比上次晃得稍微更厉害了 秦宫所有伟大的宫殿 仿佛都在摇摇欲坠 赵高啊又一次被迫停了下来 他就吃惊的看着高高的天空 难道上天也要阻挡我前进的道路吗 如果上天你真的有正义的话 为什么我杀蒙田和李斯的时候 你都屁都不放 我好不容易搞到这么一个皇位 你就来凑什么热闹啊 啊 停顿了一会儿 赵高不信邪的继续往前走 遗憾的是啊 他每走一大步 地都在颤抖着 宫殿就仿佛要朝他压了下来 如此多次 就这样 赵高啊 心虚了 有点害怕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在史记当中啊就有记载 那到底是怎么记载的呢 咱们呀 下回分解 好 今天的内容啊 就跟大家播讲到这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关注杨腔腔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并且持续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